在新北市三峡区 明生街有一处的社区 今天凌晨发生了大火 造成了一家七口三死四命危 这一栋大楼呢 它是六层楼的住宅 起火石火是十分的猛烈 巨大的火球从屋内炸出来 而这期间睡梦中的住户 也都被惊醒 下了赶紧的报案 那根据了解 火井呢 燃烧的面积有20坪 隔间都是木造的隔间 一家七口呢 都是倒卧在卧房里头 其中女屋主跟一岁的小儿子 七岁大的儿子 还有十岁的女儿是在一个房间 而女屋主的哥哥 他是跟外籍看护在一个房间 因为呢 朱姓女子的哥哥是个植物人 所以救出来时候 他的意识已经昏迷了 外籍看护也没有生命迹象 而根据了解 这户人家 父亲在上个礼拜才刚刚过世 林航就设在家中的客厅 客厅也是这一次起火的地点 而初步查验发现 林航有点蜡烛 也使用了延长线 烧毁的情况很严重 而这是不是林航酿灾 相关单位将要进一步的调查 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 这名男同躺在单架上 一动也不动 没有呼吸心跳 消防人员一边急救 一边紧急将他送一治疗 因为刚刚这里金船住宅活井 酿成三死三命为一 昏迷惨剧 四五四楼我们刚才要出门 那我们窗户窗外看面就是一楼 所以看得很清楚 现在听到爆炸 然后在楼烟 然后就起火 然后我就赶快叫弟弟他们 赶快报案 只见一楼窗户物品被烧得焦黑 可见当时火势有多蒙烈 新北三峡民生街十九项内的 一处社区 十一日凌晨一点多 警船火警 消防队到床时 社区中庭一楼火焰不断窜出 多数民众已经自行逃生 不过由于起火户打门声索 消防队只能涉水灌救 并同步破门搜救 之后陆续救出了四名大人和三名小孩 紧紧启动了大量伤患机制 将患者分送到各大医院 那我们总共出动了十五个分队 一百二十九名消防人员 二十五辆消防车 以及十一辆的救护车 入市的时候 看到的火点是在这个客厅跟厨房的交界位置 是燃烧最猛烈的地方 猛烈恶火酿三死 燃烧面积出估约二十坪左右 至于详细的起火原因 还有在火吊人员后续调查厘清 家里头使用延长县证要特别的小心 三峡这场大火造成的三死三命为一昏迷 监生员到了现场之后 初步的判定是延长县过于老旧起火酿灾 来听听最新的说法 这个灵堂初步上有用蜡烛 所以我们现在对于蜡烛的可燃物的部分的遗迹 我们现在在做一个鉴定 另外一个我们看到整个临死的灵堂 全面燃烧以后 我们发现到延长县 的使用 那延长县里面我们有踩到一次痕 简单的讲就是有短路的状况 那这个部分我们还不排除 所以还要再做一个状况 那这个临死的灵堂是用延长县沿接过来 那整个烧损再加旁边的布木 所以榨盖整个燃烧 因为出入口的位置完全燃烧在前侧 所以造成他们几乎都没有逃生 而且是我们进到里面 直接从三个房间全部把它拉出来 主要的是因为它本身的 客厅有装潢 那加上都是一个木材隔间 火载量比较大 所以当初步起火燃烧的时候 其实大概熔烟高温 所以在第一个时间 民众报案的时候 其实也有民众提供给我们手机 是已经看到客厅已经全面燃烧 有火光的情形 所以主要是因为用木头隔间的关系 造成他们没有办法 在第一个时间做逃生 有火光的感觉 在二个时间里面 在第一个时间上 就是一切的火力 这是冬天的火力 会进行冬天的火力 向上 所以本身的火力 有火力 根本身的火力 有火力 感谢观看